你好 欢迎收看6月1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11号新增两例确诊个案 累计确诊有47例了 冻结期间呢 县长也希望大家能够尊重乡亲的生命安全 再次提醒大家 除了做好个人自主健康管理 口罩确实戴好 请洗手 请消毒 减少外出 避免移动 也要保持警觉性 同时也说明了6月15号之后呢 长者在各个乡镇卫生所预约施打疫苗的方式 如有一律 请主动预约快筛 花莲县长许正伟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全国上下人心惶惶 但是防疫可不容缓 花莲今天新增两例确诊个案 花莲县卫生局除了针对个案进行疫调足迹外 更匡列相关接触者 严防疫情扩散 并说明6月15号 长者与各乡镇卫生所预约施打疫苗接种的方式 现在对于75岁的长者 还有原住民族65岁以上的长者 我们可以开始做 我们新冠疫苗的接种预约 曾卫还是要强调 疫苗还没有到 过完端午节 开始上班的第一天 我们就可以来预约 我们就可以来预约 在这里曾卫在跟大家说 说这个 第一个疫苗还没到 数量不知晓 但是事前的工作 我们都先准备好 那我们也接受 6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的相亲来预约 也还有75岁以上的长者 也都可以来预约 在这部分 县政府从5月15号 就已经开始警力全员的出动 对于我们无论是市场内或市场外 对于摊贩的部分 都有做宣导 也有做寄出开罚 那现在的摊位 其实大家也都做好了 这个我们的防疫 但是曾卫还是 第一个 加强 加强这个稽查 巡查 这一定会 那另外 也请我们做好这个防疫 县长表示 在廉价期间 还是呼吁回到花莲的乡亲 能够做好防疫 而且如果乡亲在之前 确诊者的足迹上有所疑虑 也可以在这几天 来到花莲市卫生所来进行快筛 若本身有感染疑虑 请主动向花莲市卫生所预约快筛 千万不要轻忽任何的可能性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点下袁 请稍稍后